海肥王989集,离谱,大妈被轰炸毫发无损,传四郎绑架了佐佐姆。 海肥王989集动画更新,现在动画和漫画的进度还是有一定的差距,漫画已经直接挑战三灾了,而现在动画这一边,则显示警卫们他们刚好进入了和之国,索隆和陆飞大闹宴会,基德也和阿普较然上了,还有其他人各自为了完成任务。 也开启了三支线的发展剧情,特别是乔巴和乌索普两人,他们的运气非常不好,直接遇到了大妈,可他们两人并没有怂,而是影杠大妈,可这里就出现了非常离乎的镜头,究竟是什么呢?下面一起来分析下吧。 01大妈被轰炸居然毫发无损。 这动画有一个非常离乎的镜头,当大妈知道乔巴和乌索普两人偷偷潜入之后,就被他们发动了攻击,而这时候的大妈追上去拦截了乔巴,但乔巴和乌索普利用扶兰器的战车清除了一些障碍物之后。 就跟大妈来了一场硬碰硬的对决,乔巴使用了计谋,让大妈吃亏了,可是这里就有一定的争议了,大妈这时候是没有出动霸气的,也没有武装色。 乔巴这时候使用战车给了大妈一炮,之后又往着大妈嘴里扔了一颗炸弹,爆炸之后,大妈居然是毫发无损的状态。 这有点看麻烦了,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?大妈全程都没有使用实力,她被炸了,连条毛发都没有掉落,这未免有点过于牵强了吧。 之前在得到片的时候,被鸡可是想尽一切办法,想要用炮弹来轰掉大妈的,现在乔巴做了这件事,但对于大妈来说,相当于是饶痒痒,难道炮弹的威力,都不足以削掉大妈的皮肤? 02. 传次郎绑架了左左目 02. 传次郎绑架了左左目 02. 传次郎绑架了左左目 02. 乔巴这边托住了大妈,好让其他人进行下一步计划,传次郎这边也开始有小动作了,他利用原本的身份,让左左目以为传次郎还是大蛇的人。 02. 传次郎绑架了左左目 02. 所以对传次郎没有任何的怀疑,直到被传次郎绑架之后,左左目才知道,传次郎是坏人,但这一切都为时已晚了,左左目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传次郎去追杀凯多了。 02. 而最惨的是桃之柱,他被看石郎捉住之后,就贡献给凯多和大蛇。 02. 桃之柱惨遭毒打,大蛇对他不依不饶,想要让桃之柱跟老康一样,在花枝兜的广场处刑他。 02. 但是大蛇不知道的是,凯多也仅仅是利用他而已,如今桃之柱到手了,大蛇就离死期不远,我特别希望,桃之柱就此被淹没,后期就没有关于他的消息了。 02.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02.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02.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02. 再见!